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當我們在做產品設計或是解構設計的時候呢 會遇到的一些困擾 一開始我們需要了解非常多元的零組件以及製程 甚至相關的五金零件或是傳動元件等等的 一般我們在做這些設計的時候呢 你有可能會遇到說你的計畫是趕不上你的變化 或者是說我們在使用上並不是想像中的這樣子 甚至我們在這個過程犯了錯誤 今天會把這個錯誤主要分成兩大類來做一個探討 第一個呢是犯劑 犯劑是不可取的 它是不被允許的 再來呢是犯錯 那犯錯呢是在所難免的 往往都是 人都是要給自己有犯錯的空間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產品或結構設計呢 千萬不要害怕去犯錯 那至於說犯劑與犯錯之間呢 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概念 那等一下後面呢會來介紹一下我們在不同的一個場合的時候 犯劑跟犯錯大致上呢會有哪一些需要去注意的 那這裡呢來舉個 我們三國演藝裡面兩個人物呢 來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這邊所介紹的是犯劑 第一個呢是馬術 那關於馬術呢是諸葛亮呢 有把這個接艇呢給他去做一個正守的動作 但是呢他沒有聽從軍師的他的建議 反而把他的銀債呢扎在山上導致說他斷水源 導致說這個接艇失守 這個呢就是屬於一個犯劑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呢是關於 那諸葛亮呢把荊州呢託付給關於的時候呢 特別跟他講了幾個字 就是北巨朝朝東和孫泉 但是呢關於是沒有做這個遵守的 導致說後來呢 金桌失守的 這個也是屬於犯劑的部分 那這裡關於犯劑跟犯錯 這裡呢細部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深入的探討大家呢 那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先來介紹基本能力 那關於基本能力呢就是 3D檔等於實際的物品 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要盡可能的接近這個方向 那這裡呢我們先來看一下草圖的方面 那草圖方面的大忌在於說 我們沒有完全定義 當我們沒有完全定義的時候呢 草圖它是屬於一個 沒有一個關聯性的 它是一個不穩定的 這樣子的話是不對的 那或者是說呢 我們的草圖沒有尺寸 單純只有固定起來 雖然它是完全定義 但是它沒有任何的尺寸 這也是不對的大忌 因為呢我們後續可能會回過頭來 來做一些設計的變更 這時候呢草圖它的尺寸的運用呢 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做到的是 完全定義而且是給定一個尺寸 而且是合理的一個建模的方式 那這邊呢需要一些時間 或是一些深厚的一些經驗呢 來做一個完善這個部分 所以這裡呢 關於草圖呢必須要去做自我要求 這邊一定要去做到的 那後續呢的一些零件啊 或是後續的工程圖 才不會有更多的問題 那這裡呢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是組合鍵 那組合鍵的話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給它 結合條件 當我們的結合條件呢 是不對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零件呢 是分散開來 那這樣呢也是一個大忌 有時候呢我們的組合鍵 是要去模擬我們的 結構的運動的動作 或者是呢它零件與零件之間呢 是怎麼做裝備的 當我們這支中呢 結合條件已經錯誤了 或是結合條件消失 導致說零件就是像畫面上這樣子 我可以人意的移動它 那這樣子呢代表呢 我們一開始在做這個 組合鍵的時候就沒有細心 導致說後續呢 會有很多衍生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呢 組合鍵沒有把它做結合條件 也是犯大忌的 這也是不可取的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工程圖 那工程圖的方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呢我們的工程圖 必須要跟我們的零件 或者是組合鍵呢 有關聯性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直接 從零件或組合鍵呢 直接開啟我們的工程圖 而且呢工程圖的尺寸呢 必須要是存在的 它不是消失的 這也是最基本的 如果沒有辦法去連結 這個工程圖 或者是呢 你的尺寸呢 都是錯誤或消失的 這也是犯大忌的 也是不被允許的 那再來呢 假設說我們在 標注尺寸的時候呢 忘記給了公差 或是呢 尺寸忘了標注 那這部分呢 它是屬於犯錯 我們在這個工程圖上面呢 你忘記標注 或是沒有標公差 導致說我們 零件加工碗回來之後呢 你發現沒有辦法裝配 那這部分呢 犯錯我們是可以被原諒的 可以允許的 因為呢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就可以去 做一些調整跟改善 那剛剛所介紹幾個犯計 是不允許的 我們必須要做自我要求 那這裡呢 先給大家來認識 就是犯計跟犯錯這兩個概念喔 再來呢 介紹的是專業知識 當我們在做 產品結構的設計呢 我們會接收到的是 非常多元的資訊 我們可能會考慮到的是 客人的 怎麼去使用它 然後呢 我們要做怎麼樣的 設計的結構 那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就會接觸到 許多樣的零組件 可能是五金的零件 喘動元件 甚至呢 是怎麼做加工的 刀具要用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以及呢 要用什麼樣的機械呢 來把它加工出來 以及說 後續呢 怎麼做搬運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做一個組裝 組裝完呢 我們如果有零組件損壞 要怎麼做維修 以及說 運送的過程呢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一個設計的改變 那種種的呢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考慮到成本 怎麼去節省材料 或是說呢 讓這個加工變得更容易 讓這個加工費呢 變得更低 種種的這麼多種的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的 所以呢 我們在專業知識呢 是不斷不斷的要去做精進的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如果呢 你有某一塊呢 其實呢 是 不是很了解的 那這邊你不用擔心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是在 學習 在製作的過程 或是在設計的過程 來做學習 所以你不了解 某一個領域呢 是 可以被允許的 不代表這是錯誤的 但是呢 如果說你在某一塊的領域 你本就不熟悉的 但是呢 你又裝作自己非常的OK 你會的 那這樣子呢 就是犯大忌的 那我們如果真的 不了解的 我們就來請教專業的人士 然後我們在 從這個過程中來做學習 這樣呢 才是一個正確的概念 如果呢 我們本身 就不了解了 又裝作自己了解 那第一個呢 我們雙方呢 在溝通上呢 可能會有出入 因為對方就會覺得說 你已經跟他說 對於這塊是了解 但是呢 又沒有辦法溝通 好像說 兩者在溝通上呢 第一個 你困擾 對方也困擾 所以這部分呢 在專業知識呢 我們如果不懂 我們就多學習 千萬不要裝懂 這樣呢 是犯個大忌的 再來呢 來介紹的是 年資跟經歷 那關於這一塊呢 有時候呢 你可能在工作上呢 遇到一些困擾 可能有一些 事物啊 或是處理的一些事情呢 你是比較沒有那麼有經驗的 那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會想說 也許呢 是我經歷不夠 或是我年資不夠深 導致所有在處理事情上呢 可能呢 會有一些狀況出現 當然這裡呢 我們就要審視一下 這並不代表是對的 也不代表是錯的 因為呢 過程中呢 我們需要看一下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裡呢 跟剛前面的專業知識呢 的部分呢 就有點相伏相成 當我們遇到了一些 我們不了解的領域的時候呢 那你可能會開始有挫折 為什麼 我會對這塊不了解呢 那是 我們是不用擔心的 一旦我們不了解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請教我們的供應商 因為呢 我們的供應商基本上 他們都是專業級的 因為他在他的自己的領域呢 已經專業了非常多年 他已經沉浸了 所以呢 我們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 我們可以跟他做一些討論 那在討論的過程呢 我們就會得到我們一些 我們可能原本不知道的一些知識 來累積我們的一個經驗 以及說我們遇到的狀況呢 我們可能可以跟各方來做溝通 像是如果你在製程上呢 是不了解的 我們就可以跟 我們加工的師傅 或組裝的師傅呢 來做一些溝通 他可以給你一些回饋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就可以去累積了 我們的一個經驗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你對於一個失誤 遇到的狀況 那不代表說你的年資或經歷 一定要非常高 才有辦法處理這些事情 那這裡呢 給大家這個觀念 最主要呢 是 當我們遇到的狀況的時候 怎麼來做溝通 怎麼來做了解 這才是最重要的 再來呢 介紹的是 侵權處罰 那關於這一塊呢 無論呢 我們的 心態 或是出發點是什麼 這都是屬於犯大忌的 因為侵權呢 就是屬於違法的事實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無論怎麼樣呢 我們都是屬於犯計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一定要去 盡可能去避免這一塊 當然呢 我們在 這一方面呢 我們在做產品的 一些設計開發的時候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本質上呢 要有一些創新的創意 跟學習的一個 一個心態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 侵害他人 好比說 諸作權呢 或是專利的時候呢 就是不可取的 因為呢 這個過程中呢 第一個 我們當然可能要 負法律責任 所以 這裡呢 心態上也是 不正當的 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呢 心態一定要正確 我們如果去做一個 侵權跟抄襲的行為 第一個呢 我們呢 會沒有辦法做進步 我們的心態 往往呢 就是 只是想要得到 已經現成的東西 但是呢 他是屬於別人 努力 可能許多年 才得到了一個結果 那我們做了這個 侵權的動作呢 第一個呢 就是 停止我們 進步的一個開始 所以這個部分 無論呢 我們的觸發點是什麼 觸發 侵權 絕對呢 是犯大忌的 接下來呢 是預測立場的部分 那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 超乎我們的能力所及的一些事情 你有可能是一些 超乎你能想像的 產品結構 或是呢 超乎你架構能力的一些 弓箭 等等的 那這一方面呢 一開始呢 我們呢 應該要試著去解決 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克服 以我們現有的一個 我們的能力 以及現有的技術呢 來看一下 什麼地方呢 我們是可行的 什麼地方沒有辦法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做克服 那這一塊呢 我們的一個想法概念呢 就非常重要 如果呢 我們一開始就預設立場 一看到這個東西 或是這個想法概念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就覺得說 它是不可能的 或是說 它做不到 我們技術就沒辦法這樣子 機台它的特性就是這樣 那這裡呢 這個方式呢 這個想法呢 是不對的 我認為呢 這是一個犯計的一個行為 因為呢 我們呢 一開始呢 想法先不要去預設它 我們先來嘗試 那嘗試之後呢 也許我們可以 從這個過程中 找到一個折衷的辦法 那這個想法或概念 一樣可以被執行 但是呢 它是更貼近實際上的一個技術 或者一些概念 來把它完成 所以呢 如果一開始我們就是 不可行的 你可能會導致說 我們這一個結構 或是這個概念呢 直接的被否決了 直接被判施行 所以我認為呢 這樣的一個預設立場呢 是有一個犯計的一個行為在的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關於犯計跟犯錯兩者的觀念 相信各位呢 聽過前面幾個章節 大致上都會有一個概念 那這裡呢 我們不外乎說 我們要做事要正當 心態要正確 那像是 違法的事 觸罰 侵權的事 就屬於犯計 我們就不要去做 那關於基本的能力呢 你基本的要自我要求 那自我要求沒有做到 一樣呢 是犯計的 這是屬於非常基礎的事情 那關於說 我們在執行上 你可能呢 零件一多了 或是呢 圖面一多 尺寸一多 一個不小心 忘了發一個零件的料 或是不小心圖面呢 忘了標註一個公差 尺寸標註錯了 那是屬於犯錯 犯錯是可以被允許的 我們只要去做更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呢 盡可能呢 減少我們犯錯的一些機會 那我們就是 我們不要害怕犯錯 我們在做的過程中呢 你一定要做一個 你正當的 不要怕犯錯 犯錯沒關係 我們再做改變就好了 那千萬呢 不要做投機取巧的事 甚至呢 是直接呢 Copy別人的東西 這就是犯大忌的 甚至於說心態上呢 是不想進步 不願意改變 這都是屬於犯大忌 所以呢 這幾個觀念呢 如果大家都有了這些觀念呢 相信呢 就可以理解很多 前面幾個章節所解釋的一些 當然 關於專業知識啊 或是你的 年資跟經歷等等呢 其實呢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最重要的是我們 基本的能力 只要基本能力 我們的基礎呢 夠深 基礎打得好之後呢 然後 我們的心態正確 想法正當 那這樣子呢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後續呢 就會慢慢的累積 我們其他的 像是專業知識 或是我們的 經驗 甚至年資 這些呢 都是因為我們有了基礎 有了正當的心態 我們才會慢慢累積 這些真實的一個經驗 那這邊呢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